耶!难道,他们也很喜欢蓝湛? 魏英想了想,也是,蓝湛养他们这么多年,又不是白眼狼,怎么会不喜欢蓝湛呢? 莫前辈和韩光君还真是像呢? 司追看得入了神,却不曾注意到,一旁的景仪已经黑了脸。 我和她像?哪里像? 魏英摸了摸自己的脸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像? 不是长得像,是感觉像,就是让人安心的那种。 司追笑了笑,司追,我们走了,别一会儿韩光君回来以后,找不到莫前辈。 景仪的声音透着不耐烦,我们回去吧,别让你们为难。 魏英看到司追面露蓝色,知道在这教条森严的云深不知处,蓝湛的命令不可违抗。 景仪,你发什么脾气? 司追竟然发现,景仪竟然赌气不理她,她拽了拽景仪的袖子。 没有啊,你不是喜欢同莫前辈讲话吗?你到前面同她说话去吧。 你就因为这个生气啊? 你不看莫前辈的年纪,都可以当叔叔了,人家是贵客,怎么地,也得给人家面子啊。 司追才知道,景仪竟然因为这个生气。 好了,我知道了,你离我远点。 景仪轻轻在司追胳膊上推了一把。 你们回去休息吧,我又不会跑。 卫英没想到,两个小孩还真把她当犯人呢。 可是,韩光君的命令,景仪挠了挠头。 我说不会跑,就不会跑。 卫英觉得有些想笑。 好吧,那莫前辈好好休息。 两个人行过礼,就离开了。 卫英在房间里百无聊赖,突然,她想起来,蓝湛地板下可是藏着天子笑, 她掘开地板,拿出一瓶,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,真是爽力。 她突然瞄到了蓝湛的茶壶,想起上一世蓝湛的一杯道,还有有求必应。 她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,将茶壶里的水喝掉半壶, 然后将半壶添子笑,混入了茶壶中。 果然,不一会儿,蓝湛就回来了, 卫英左看右看,看不出蓝湛有什么表情,也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。 蓝湛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 那信上写了什么? 你又去找你叔父做什么? 卫英特别好奇,她又看了看桌子上的茶壶, 说不定,让她喝一点,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 无事,你安心养伤,可能近日我要下山一趟。 蓝湛坐了下来,然后将碧尘放到了一边。 下山?我要和你一起去。 卫英一听,可以出去玩了,她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? 你身子未痊愈,不方便。 蓝湛思索了一下,而且,怡灵老祖重生之事,大家还都不知道,所以她还是不露面为好。 我现在可以上窜下跳,你放心,我不会拖你后退的,你就带上我吧。 卫英央求着,然后拿过茶杯,替蓝湛到了一杯茶。 我不可。 蓝湛狐疑地看着满脸堆笑的卫英,又看看茶杯,就知道她可能动了什么手脚,并没有去接茶杯。 我怡灵老祖都亲自给韩光君倒水了,都不给我这个面子啊。 要不要我亲自喂你啊? 卫英都将茶杯端到了蓝湛的嘴边。 我曾经和兄长说过,如果你能复活,我一定将你藏在云深不知处,不让你离开半步。 蓝湛推开了卫英的手。 你这是软劲啊,我又没犯错,干嘛被你囚禁在这儿? 卫英一听急了,她是想和蓝湛每日每夜都待在一起,可是,并不代表她想被囚禁着呀。 她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。 我知道这样不好,但是我没办法承受再一次失去你的痛苦。 起码,云深不知处是安全的。 蓝湛知道这十六年有多苦,她不想再重蹈覆辙。 你下山了,就没有人保护我了,我还是跟在你身边是最安全的。 卫英再次苦苦哀求。 叔父还在山上,而且,我会派几个弟子保护你的。 蓝湛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。 你那些弟子,还不如我呢,卫英脱口而出。 不不不,我不是说你教导得不好。 卫英赶忙解释。 无事,我并无教导过他们。 蓝湛这些年,除了亲手带过思锥和景仪,对其他弟子并没有上过心。 至于他们是谁交出来的,她也没有关心过。 蓝湛,你要不答应,别怪我用手段了。 卫英突然将手中茶杯里的茶净树倒入口中,蓝湛还没反应过来。 卫英的唇已经压在了她的唇上,一股暖流,夹杂着酒香,全部灌入了蓝湛的口中。 卫英迷。 蓝湛没想到,卫英会用这个办法,让自己喝下天子笑,她刚说完,便一头栽倒在桌子上。 插了水的酒也能喝醉,就这么一点点。 卫英惊呆了。 蓝湛,蓝湛。 她推了推蓝湛,却没有丝毫的反应。 这可怎么办? 本来想趁她醉酒,让她答应带自己下山,没想到,她竟然睡了。